下期视频我们通过了精通段位2的测试 这个视频我们来看如何配置火灵的同伴 和如何获得悟空战甲蓝图 从飞船的租道场 拿取已经制造好的同伴塔克桑和士族钥匙 如何获取他们的材料并制作他们 阿里亚前面的视频有详细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我的主页详细翻看 同伴制造好以后 你不仅会获得同伴 而且还会获得他的专用武器 去军险谱将他们装备上 前期同伴的主要作用是帮我们释取敌人的掉落物 要实现这个功能 你需要给同伴装备上吸取这个mod 吸取mod的等级越高 它可以释取的范围也就越大 所以大家记得去mod控制台 尽量的升级它 有了师族钥匙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菜单的通讯 师族选项进入师族道场 进入师族道场以后 使用菜单的快速移动选项 快速移动到Tino实验室 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金币 购买到很多战甲武器和装备的蓝图 这里我们先复制战甲悟空的四张蓝图 为了能够尽快在开放地形 也可以使用区域进行飞行 我们去杂项页面 将区域发射模块的蓝图也复制下来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现在有活动或者是警报任 还请大家积极参加 这些任务对于低等级的玩家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水战甲和武器的机会 因为这些任务大家都需要完成 而且对于高等级的玩家来说 这些任务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按照阿丽亚的视频第六集说的那样做 不给他们添麻烦 其实你一生都是药水的装备 他们也是很乐意陪你一起玩的 用了通报以后 只要掉落物在他的市局范围之内 他就会自动帮你取取 完成这些活动任务以后 可以让你获得大连的经验 和各种特殊的装备奖励 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